你们都说兰花难养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颗兰花放在这个桌底 大概有三个月的时间了 而且当时是烂根了 放在这里不管的 现在已经长出新芽 长出新根了 所以说兰花并不难养 只是大家没有把握好方法而已 那么我们就把这颗兰花剪回去 教大家怎么去种 因为现在入秋了 是给兰花栽种的好季节 其实兰花并不难养 只要大家记住以下几个方法 就能把你的兰花养好 大家看一下我这颗兰花 是不是根系很发达 新芽长得很好 那么我们只要记住 用对土 焦对水 施对肥 防好病害就可以了 很简单 就这几个步骤 接下来我会给大家一一讲解 视频比较长 内容比较多 大家想学习的 一定要点个赞支持一下 喜欢养兰花的话 点个关注 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把这个烂根 给它修紧干净 因为这种烂根 它比较容易滋生细菌 所以我们一定要给它清理干干净净 为了避免这个兰花烂根 平时大家浇水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不要过度的去浇水 尤其是这个土养不透气 大家看到没有 我这个土养是比较透气的 所以怎么浇水 也不会积水烂根 这个土怎么配 等一下我也教给大家 大家只要记住这个配方就可以了 兰花呢 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容易出现烂根 引起烂根呢 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土养不透气 第二个呢 就是过度的浇水 造成积水门根烂根 还有一个呢 施肥过度 所以我们平时养护 一定要避免这几个方面 我们除了修紧烂根之外呢 还要把这个烂叶片也给它处理掉 这种烂叶片它腐烂之后 也是很容易滋生续菌的 所以呢 我们在种兰花的时候呢 一定要修理的干干净净 哪怕是我们的兰花烂根了 像这颗一样 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操作 拯救你的兰花 所以说呢 大家想要养好兰花 一定要懂得这些方法 不养的话呢 你的兰花出问题了 你就不知道怎么处理了 好了 我们把这个烂根 黄叶枯叶 清理干净了 我们再给它清洗一下 好了 我们用这个水冲洗干净之后呢 接下来有一步是非常关键的 那就是给它杀菌脱脱毒 最简单的方法呢 就是用这个千百计的小黑颗粒 一勺兑上500克的清水 给它溶解之后呢 就给它浸泡1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这个千百计的小黑颗粒 除了可以给兰花杀菌脱毒之外呢 还有一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就是平时我们可以用它来预防兰花烂根 尤其是夏天出现的根腐远腐的问题 我们只需要两个月使用一次 直接撒在花盆的表面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呢 你的兰花不但根系长得好 而且呢 还不容易出现病害 比如说一些斑点啊 胶间啊 烂根等等问题 好了 泡了15分钟之后 我们就可以直接栽种了 我们栽种的时候呢 像这种根比较短的 我们可以种深一点 这个兰花土的话呢 它是有六种材料组成的 大家想要配方的话呢 可以给我点个关注 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 然后呢 我免费把这个配方交给大家 让大家回去自己配土 如果你不会配土的话呢 你很难养好兰花的 那我们把它栽种好之后呢 接下来给它浇一次透水 把它放到通风阴凉的地方 来养护一周左右的时间 就可以正常养了 这个是非常简单的 所以说大家想要养好兰花 一定要记住这些方法 好了 学到了 点个赞 支持赊